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日10月16日的GGLive 我是Kelvin,大家好 今天不是GGLive,神經病 今天爆粗港股,其實我也有想過做不做Live 其實也不是不行的,因為我打算再錄一節放在財經台 如果錄了那一節,也差不多可以做Live 不過沒有了,因為錄音時間已經是十一點了 我想錄完之後再錄幾條影片 所以今天不能夠直接和大家互動 可能我在checkroom留言 工作的情緒會有一點不同 因為昨天看完演唱會,BTS 心受激動 所以今天氣氛也可能會比較開心 各位網友,其實這個算是點長的 昨天有網友,昨天就說二十大 二十大正在開 我不知有沒有時間去做多一集節目 我看到現在最新更新的 偉大主席說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實現游聯轉治 嘩,香港現在都很慘 統籌防疫和經濟社會發展出了重大積極成果 這個成果很重大 談反腐,消除黨和國家和軍隊的嚴重隱患 你消除了黨和國家,就消除了嚴重隱患 努力一點 還可以再努力一點 就可以了 推動香港由亂到次,由次及興 這個新階段 由次及欺 好了,昨天有網友說 昨天就說說偉大強國的情況 有網友說明天會不會說爆粗港股 就說這個港股 有網友說明天會不會說 又剛好遇到謝金河 就是這個金周刊 還有那個 總之有一個台灣媒體的創辦人 這是一個台灣也很著名的評論員 他有個節目 他就出了個帖子 在抽水 講香港恆生指數 回歸1997年 這次真的回歸了 人心未回歸 股市先回歸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題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大家因為這個題目 新進來這個channel 這個channel就叫GG channel GG的stand for 什麼 是大家自己想的 無限的聯想給大家 是不是市場GG了 還是這個girls generation 不知道 總之是自己想的 每日一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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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一點鐘都有新片照 每日一點都有新片照 每日一點都有新片照 不斷地有新片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 多多加入 訂閱支持 令到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做什麼呢 終極 希望這個平台能夠 能夠累積到一個基礎 去構建 另一個我心目中夢想的平台 一個是真的能夠幫 紀錄香港人的作品 紀錄香港人的歷史 文化的一個平台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條路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中間是怎樣 但是我只知道 大家一起去 走這條路 所以每日一點鐘都有新片 如果你想看這些新片 每日一點鐘進來GG Channel 就可以了 一至五通常都是Live 這段時間多了很多短片 其實就是有個好好幫手 幫我把一點Live的片 剪輯 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 相片 看看題目 第二件事就是 避開一些黃標 但是 大家會不會嫌太多片 會不會難找到呢 我們都需要你的feedback 畢竟都是試了一個星期左右 我和這個 我當他是拍檔 不過沒有給他那麼大壓力 我當他是新的幫手 新的幫手 都捉不住 大家觀眾對這個 新的變化的情況 希望你們多多留言 另外由於我其中一條片 是馬上被YoutubeBand了 是有Band台的風險 很大 因為他現在玩法 是一Band他不用通知你 你Band不Band 基本上跟你好像 國安大法一樣 你踏到你的時候 你才知道什麼 也不能上訴 所以就開了一個後備頻道 連結都放在下面 如果你在看節目 你喜歡看這個節目的話 如果你不想突然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還是沒有 好像我昨天看演唱會一樣 全世界ARMY 全世界BTS的Fans 找連結 麻煩大家訂閱這個後備頻道 這就叫做Indo Pacific 人泰之戰 會慢慢重新我以前的舊片 以及會有一些新的片 更新是關於人泰之戰 但這個更新的時間 暫時是不定時的 這可能要讓我再安排得更好 今天正式開始了 10月16日 今天講故 這篇謝金河這篇文章 講了什麼呢 那你就抽水吧 抽我們水吧 很大膽 你台灣有什麼資格抽我們水 你現在台股什麼環境 你不是又是跌這麼多 先說一下 看他講什麼 他說港股一直回到回歸前 2022年 已進入尾聲 今年是多災多難第一年 是嗎 我覺得未開始 未開始 全球股市紛紛崩落 其中有以連續下跌三年的港股最沉重 這一週美國股市大頭一度急升 大頭一度急升就是 講的是上升 應該是星期四 美國出CPI 星期三 sorry 是不是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四就是美國出CPI 那就是高過預期 核心和一般的CPI都高過預期 那一下的美股跌500點 誰知道跌完之後 就升上升 就反彈到升800點 那時候我一逢晚上也有一個財經節目 大家有興趣財經的話 都可以找我這個節目 那時候網友都說 減稅 減稅 減什麼稅 原來是美國的商務部 就說可能會減一些對中國關稅 這個新聞哪有可能會令到股市那麼升 其實這些專業一點 就是技術反彈 不重要 總之跌跌一下就要反彈 那港股呢 美股升800點 港股就是位是小 結果港股 星期五回來 一聲 升五六百點 完了 完了 碰到萬七 最後竟然是收164 哇 你都真的 一六六 所謂 一六六 一六六 即是跌回四百點 最後 人家美股升八百點 你港股升二百點 一萬六千四 低位 一六三六五 OK 謝金豪就說了 那麼這個跌到最低 一六三八九 即是說 一六三六五 是九七年 Sorry 港股跌到一六三八九 這個位 原來和九七前一月 七月一日 一六三六五 只是欠百幾點 欠百幾點 如果算低位 最低為一六三八九 和九七前的位 是欠百幾點 就是說 港股 港股 是會回歸 這次即是回歸 回歸 25年前,港股和任何人说,香港股市会在25年之后回到这个位置 有人相信吗?没有人相信 说真的,其实在18年之后,我们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我只会怪我自己,为什么当时我的购买技巧实在太差 否则赚多一点水脚,不用现在这么窄 听听借金莫怎么说 今年美中金融战仍在角力,众多在美国挂牌的中企回到香港第一上市 对香港反而打来沉重的压力,这些年香港人走了,资金也跑了 但资本市场的筹码供应无限大,港股的压力也不断上升 很多从美国回来上市的公司,估计一开始就是最高 然后是漫长的跌势,上市BiliBili从1052跌到92元 小喇叭,这些什么东西的股票 爆粗港股,全香港可能不太多 我估计其他节目都有的,策略王社长好像都会爆粗 不要紧,但这些节目都少了 我们先看看BiliBili9620 还是9680 9680 我明明抄下跌了 BiliBili港股 BiliBili港股 9626, sorry,9626,看看下跌成了 最高1052 最高1052 1052跌到九成 这些 但我想说这些不是个别新闻 你不要怪BiliBili,不是他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这是共业 OK,先听听 BiliBili跌九成 BiliBili仍然是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视频 大家要明白,这是中国版的Youtube 直接是中国版的Youtube 你幻想,为什么中国版的Youtube 可以跌股价跌九成 还有,快手 第一天就是最高1024 1024 417元一上市 现在跌九成 又跌九成 是吧 这些 港交所就是上这些股票 是吧 这一集真的太多东西 我读读一下借金华人才评论一下 在香港前两大市值 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跌到 让大家头皮发麻 腾讯市值由9500亿美金跌到3000亿美金 阿里巴巴由8000亿 跌到2000亿美金 蒸发6000亿美金 这些年只有刘强东最灵活 即是京东 他卖出京东股票至少600亿 现在留在美国 一生永保平安 蔡崇顺最厉害 将阿里的股票变成蓝网蓝球队 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其实这个 苏豪中国也很厉害的 潘石顏也很厉害的 香港的股市 股值越来越便宜 现在整体的PE是6.27倍 应该没那么低 应该没那么低 以我搜索的目的 现在应该还有8倍左右 但这个不要紧 我们再确认 但说真的 就算是这么低6倍 也对评论的结论没有影响 却仍不具吸引力 大家都在套言 接下来 香港要面对房地产下跌的风险 泡沫调整很快降临 李嘉诚最近有大力卖地 还有香港联会的户盘基金越来越少 七八半的下限能不能停得住 都是问题 香港回归25年 这个回归是他所说的 不知不觉又回到原点 这是大时代轻衰起落代表作 他还有post了几张照片 一起欣赏一下 港股第三季埋单跌4600点 市值8万亿 单季跌两成 要用两成做一个熊市的指标 我觉得这些指标是浪费的 但如果你要用这个指标 我想都不知熊了多少次 还要说什么熊一熊二熊三 熊七熊八熊九熊十 好了 这个就说全球房地产泡沫 线乱亚洲第一 但世界排第五 这个我是挺质疑的 这个或者再另一条片说 另一条片说一说 好了 腾讯就说盈利跌两成 炒五千人 香港银行的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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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是个果 这个不是个因 我们要探讨是个因 会导致多少个果 待会再说一说 好 OK 大摩调低中港股市目标 港股调低下年目标一万九千四 哇 升这么多? 那升两千多点? 行了 我也相信 这就没关系了 我喜欢这幅图 我喜欢这幅图 即是1997 有没有网友是97后? 有没有网友是97后? 你可不可以打一个 你打yes97后 或者你打97后 因为你打yes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comment去到哪 譬如你打97后 有没有网友是97后出生 也不是年轻的 不算是小朋友 已经是25至26岁 对你来说 你真的不知道一九九是什么 正常的 你都没出生 对我来说 或者对很多其他 大部分 我认为大部分网友都是97后 九七前 九七这几个字 我们很久没有提 或者我们很久没有成为一个 一个新闻 或者一个标题 多么唏嘘 我们这个地方 是可以倒退二十多年前 最讽刺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不知道 由182至184年左右 我们讨论中益联合声明 我们移民潮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被共产党管治全家产 但是 最后 我们都难逃这个命运 这个就是希臘悲剧 希臘悲剧就是你明知会发生 你真的阻止不了 这个就是共业